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继续开会 今天开始工作检讨,科大会工作检讨 建设处有没有新进的科长 我们杜济科代理科长赖秋明 土木科科长杨志郎 好,谢谢 国际发展的计划处 有 我们新闻传播科是王建平 再来我们是国际推广科 原有林维友 因为他代表台湾去国外参加会议 所以今天由林婉静代理科长 另外我们公共服务科是曾树瑜 好,谢谢 税务局 各位议演报告,我们税务局最近是会计主任议动 现在是由消防局的会计主任 林秀香林主任代理本局的会计主任 好,谢谢 主机处 我们税务局陈一宏陈科长 会计科尤淑华尤科长 好,谢谢 财经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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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大会工作检讨的第一位 一眼是零三天 您也寻找时间十分钟 好,谢谢 大会主席 各位早安 那个建设处 这个游泳池 这个工具 这个鞍 发包出来了吗 这个不是我们的历布 没有啦,你知道了吗 有发包出来了吗 发包 有没有发包了 我 这不是我们的历布 没有啦,我称告你 你在管徒 因为你是建设处嘛 我知道还没有发包 在未来 有抗拳就是数借的问题 我知道还没有发包 要没有发包 财生成金处 发包了没有 没有 工程还没有发包 工程还没有发包 钱有没有着陆了 钱喔 五月花 五亿多的经费 五亿多三月部分要自仇吧 补助要争取两亿的补助 准了吗 我们现在在做前置的作用 好,你抢一下 前置的作用 你抢一下 来 那个 建设处长 就上一次 有关 台港管政府農学处 喜乐队处长 在農会里面 市场小金庫 你现在 这些台东地检署 西主任检察官所调查的 你认不认为 台东县政府 事实有 厂债融会 有小金库 你认为 有没有 讲话要小心喔 西主任检察官在 这个检察官已经调查 是啦 你认为 我不以置评 不以置评 是 但是 西主任检察官当中 我大大说 他说这是你认一遍 你二六月初的时候 你的行销科长所留下的钱 这是什么事实 请 学生回答 这我不知道 这你不知道 你这个事件 發生了 你有问到你的科长吗 西主科科长 你过去的西主科长 什么名 过去我在 西里面是叫 是有家庭 你不把有家庭问过吗 看他说这钱是什么 他流下来的 或是 是在管他自己认的 你不敢问过吗 不是 你完全不要问过有家庭 是 你也没了解这个事件 是 完全不知道 是 好 你再注意听 注意回答 既然你说不是 你不在 台南馆融会 用市场的小金库 在关山 某一个融会 买过名 有没有 注意回答 你的问题是这问题是 我听不太清楚 我再说一遍 是 你在融会家庭的时候 是 不要用到融会小金库 你市场过去 市场过去市场的钱 是 现在不是你了 是 市场过去比较快 是 你不要动之 在某一个融会 买了好几箱的名 有没有 没有 是 那 这有人有自白書 你 你要学校吗 蛤 你如果有的话 你说没有 你敢不敢提告 现在是你讲的 沒有啦 你要提告 沒有啦 蛤 买了 好几大箱的名 是用那个款箱去买的 如果有 你要不要提告 我先提醒 我先提醒以后再说 好 你有提醒 所以你不要买 我要跟你讲 你也不要 让喜六贵 设下一个陷阱跟签套 誤了你的一辈子 人要靠 你 十六贵 十六贵 他在上个会期 因为 他说 融会的小金庫 請人家庭 注意听 是他在收尾 他意想指的就是你 这个我也可以作战啊 他说的就是你流下来 那我 在这个检调单位的调查当中 你有红约谈吗 完全没有约谈 是 没有到地检署 或是 调查站都没有吗 是 完全没有检调单位跟你 跟你约谈 是 确定 你也没有去决定 没有去 有去抵抗室吗 没有 都没有 那你的 科学的人有人 听着问吗 你说的科学是目前吗 没有 都没有 好那我再问你 台中县政府 正峰市 就有关于 农业处 市场再融会的小金庫 正峰市是否曾经跟你议谈或调查 或是 發 專訪 也没有 完全没有 确定了 是 这样这个正峰市派贏 部阻庭那么大 正峰市在 管政府纪念都没有当中 表示这个事情 隆重完全跟你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檢調单位 你现在是问正峰市的事情 你应该去问正峰市 哦 没有啦我可以问你啦 你不要跟我访问 你问我 我告你 没有在问 正峰市我可以在这里公开 正峰市是否是因为这个小金库有跟你调查 有没有 完全没有 是 好 那个报告大会主席 请正峰市出场 就今天来备行 因为有业务上的需要 我曾经问你 啊你要做主意回答 哦 这很多检调单位都在 都在跟你听 啊 我这是在叫你 十六贵啊 他在这一次所有的金库的里面啊 我大胆地讲 在荣会还哪里里见 那最后的捆向 流向到哪里 我也跟你头说 啊你就知道这个人啊 啊都哭了 在台丹广义威 多次啊 贾青年的十六贵 他说他完全不知情 他是在跟人家收尾的 那你的上下任 只是你吴庆隆嘛 对不对 是 你是不是跟他交接的 是 在交接当中 行销科也没有交接款项 没有 应该不会 也不会那么笨啦 但是 出场 我要跟你说 請你把这件事 你的自我保护 啊你听不懂 我这报告 有监听议文 你如果看到你的警察 所以说 看完啊 跟明代极竿啊 我們不是说一定要针锋枪 对啦 但是我希望说在座的各位 引领台东幸福 要端正 喜乐柜他今天 他撇得一干二净 當初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欢迎一眼去提告的 其實這個也不是我提告的 我是怀疑啦 是不是黄建林 暗中搞鬼 這個喜处长他有那么伟大 他可以把他科施的一个科研 未经县长的批准 他就把他砍 砍掉 然後派到 鄉下 你要怎么做 我都尊重 但是忍一忍之间 我相信 要有一个 正义两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这个小青库里面 你要怎么去二清 是不是吴清隆出长 我两天可以轻轻要求 希望你对这个小青库 你自清你写一个 自白書給我 可不可以 我稍稍跟你要求 这是我过来是跟你要求 你如果说三天 我就很贪败 沒關係 我给他弄七枪 我用四架给你看 可以吗 这个自白書的名詞 在我的认识啦 是检掉单位 在用的 在用的 不是在用的 我是我个人 我给你拜託 你感谢我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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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必离清嘛 你也不必离清嘛 对不对 你也不必离清嘛 如果检掉需要我的话 我就会去下面 我只要跟你对谈 你要不要跟我离清 不需要 我现在在问你 你不用跟我离清 我现在有资讯权 我请问你 我刚才就跟你 我请问你 是 这钱都可以使 十月贵留的 或是你留的 你说这钱 小心顧得钱 你如果要用我 我就给你问他 我没留这笔钱 你总统完全没留 十月贵用就对了 我 我也不知道有这笔钱 你也都不知道 是 你的习教科长是谁 你当时时任的习教科长是谁 吴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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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等不下 包括大会主席 因为离清案情 我希望大会主席能够追你 前习教科长 立临到会来备行 因为这个案子一定要离清 不然影响到我们文官厂 会丰功为业 现在外面有在传 十月贵市场小青库 吴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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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说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吴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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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再跟你收尾 再说一次 你认为她说这个话 有天良 吴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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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指責你 說是他在跟你收回 那個錢是你們 領業處是慶龍留下來的 這是你說的 我剛才沒有人留的 我剛才就跟你說 都在大會已經講了 你也聽得清楚了 你怎麼會有我講的呢 他沒有說是替我收回 有沒有指責說是吳慶龍 我說他這特離十歲的 這是你說的 這是你說的 對 時間到了 謝謝林三天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洪中凱洪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局處長 各位隊長大家早安 首先想要請教一下 財政處處長 盧處長 我延續剛剛 林議員剛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永途共構的部分 那永途共構在整個招商的部分 處參案的部分是由教育處來負責嗎 招商的部分由財經處來做招商的工作 招商也是你們財經處 招商的部分 我只做招商這一段 那執行的部分在教育處 那目前的情形是我們已經 我們這次的招商的部分有廠商進來投標 那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要進行議約 今天要進行議約 所以在第一階段的這個審查 廠商審查部分都已經過了 對 那我想要問一下 這一個招商的處參的合約裡面呢 包含了哪些項目 就是運動設施的部分 還有他的文創商店還有輕史 還有地下一部分的停車場 部分的停車場 因為一部分是文化處的圖書館要用的 文化處的圖書館要用的 所以這個 這一個地下停車場預計有多少格數 我 我不太 200多個 有超過100格嗎 印象中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幾十個吧 幾十個而已 就是委外的部分 招商的部分幾十個 對 我印象中他招商做四十 四十個 還是四十四個左右 我印象中應該是 總頭頭是四十幾個 我知道他沒有全部委外 這一部分 對 好 那我想問一下 既然已經進行到的這個階段 就是教育部當初說要補助這個 運動中心的兩億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改成一個永途供購案 如果呢 他這個兩億要合播給我們 要準的這個計畫案 必須要我們把它招商委外成功 好 那現在進行招商委外成功了 在昨天縣長的一個施政報告裡面有提到 預計在今年的五月份 這個兩億會合定 五月底 是這樣的進度嗎 就我 所知道的 是 因為他的審查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體育署的部分的審查已經完成了 那他現在提育署已經送到公關工程委員進行審查 對 那如果我們今天的預約是順利的 那我們的預約的部分是順利 再加上他公司完整審查以後 報 提育署 那他就會核定補助 有可能在五月底核准 呃 我們盡量來努力 那 這個計畫書 這個縣長的施政報告裡面提到說 今年的八月預計動工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三億已經到位了嗎 呃 三億的部分因為我們是分年來籌措嘛 對 那 呃 屬於縣的政策 我們承認單位當然要把經費籌出來 來執行這項工作 所以目前我們三億的來源預計要怎麼來 呃 一部分是 呃 大概就是縣的部分 一部分是從 呃 我們工產處理 就是我們在做一些工產的一個 招商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可能就要從我們其他的收入部分 去控管出來 來支應這筆經費 就是我們設定立喪權的錢給他用這個嘛 一部分 還有賣的這個土地嘛 呃 因為 就縣來講 能籌起經費的那個 呃 管道有限 那當然就是要從 包含 自己不是在其他部分就是必須縣來抽籍嘛 對 處長 我要講這個 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 對我們縣民而言 而言 有一個人在討論 說我們台東是一個 這個服務員這麼遼闊的地方 台東市也有一個土地 也有一個土地 因為你有一個土地 像這個最近有一個地方 要BOT嘛 要設定立喪權嘛 在四維路到 那個 開封街、強國街交叉路口那裡 地院的後面 消防局的旁邊 這個你也要準備要做設定立喪權 我說我們有這麼多土地 我們不需要一個密度那麼高的一個地方 不是 蓋到大 蓋到這麼多 然後 而且 原本 體育署在補助各縣市做 蓋運動中心這筆錢 我去其他縣市一問 大家人都已經做好了 都已經開幕了 你知道嗎 剛才我們台東 我們要讓我們入院 兩億本來就是蓋一個運動中心 趕快把它蓋好 大家都有運動的場館 蓋一個委員會 運動的委員會 單向委員會 都在抱怨沒有場地嘛 好不容易 政府要撥一個兩億的金費 我們台東就 夾一夾夾 做一個什麼用途公告 還在那裡進途 進途完之後 當然是 之前的副縣長弄的 現在他也不在了 弄一弄呢 這個說這一個計畫要五億 結果台東人都要夾三億 為了這三億 我們說我們要去買土地 我們要去 設定地上權 這個所得 然後來做一個 不是那麼重要 那麼需要的一個項目 不然兩億 就去一個運動中心 就改館了 結果我們做一個 永途公告 這樣也要公告 就整個 因為我只 只參與了一部分的業務 那就我所知 因為我們現在的 以前舊的無法中心 現在的無法處 他的基本上 所提供的服務吧 他參館的部分 也需要再做一些 也有需要來做一些調整 所以才會再發定位來做 處長你的意思就是 你付錢而已 這個政策不是你決定嗎 在我的權者裡面 有一些東西 我大概就不太 不太能回答 一眼的詢問 不過 就 我算是認為 文化處認為 他們相關的 在圖書館的部分 還有一部分他們的 是需要再擴增的 所以才會 在那一塊區裡面 來做這樣的規劃 這個案子 我想到說 總質詢的時候 恐怕只有縣長 可以回答這件事情 因為決定要用武藝 是他決定的 當然他或許 他有他的想法 說我們 要建一個什麼地標 一個台東市的一個 什麼知名地標 一個什麼建築 建築界的 這麼偉大的一個建築物 有一個代表性意義 或許他有他的想法 沒關係 我們先來問 重點不是在地標 要在運動中心和圖書館 圖書館進去有圖書館 現在圖書館 包含你的設備 包含你所提供的服務 可能不是那麼周到 所以才會提出這樣的計畫 他有其他的 很多的解決方法 這個 我覺得圖書館的 目前的一個功能上 應該足夠滿足我們現在的需求 裡面是圖書不夠的問題 不是說建築物不夠大廳 那兩億蓋一個運動中心 其實也綽綽有餘 我真的想不想 一定要這樣用圖共過 我們就不是什麼 三鐵共過 或是像外觀七 沒有所在一起 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兩個印把它湊在一起 聽說這個 原本走商不出去的時候 也有手上在動這個 旁邊這個 公教會館的主義 公教會館的主義 商人的看法當然是這樣 公教會館是金基母 希望你把這個放在BOT案裡面 委外促餐案裡面 對不對 那他可以保他的一個收入無餘 對不對 原本有這個提案對不對 有這樣的講法 不過因為我是後段接手 103年621號前段的部分 是原來的建設處做的 621號我接手以後 倒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後面也是因為法令的問題 因為法令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招的廠商 他也很坦白告訴我 他認為運動中心 他反而只想要單純做運動中心 他認為他就可以經營下去了 就可以經營下去了 對他認為做運動中心的部分 就很有前途 那接下來 他們的董事長就做 他們在西部也有經營幾個 現在這個廠商還不能曝光嗎 這個民政 我們會盡快來公告 等今天下午 那個議約完畢之後 總質詢的時候再來提這個 因為在他的看法裡面 他認為只要運動中心的部分 他認為就很有前景了 在他們的經營理念上 這個會是接下來 台東人非常矚目的一個議題 他就在台東市最重心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好好地完成 我們會很 五億 他就一定決定要用五億 所以你要去負責籌三億 三億 三億 真的很難聽 對不對 這個部分 那個處長 我們先談到這邊 謝謝 請坐 我們接下來有關錢的部分 我們當然跟稅務局有關係 所以我要問一下 請教一下我們的理局長 局長 昨天縣長 在做一個市政報告的時候 也有提到我們的這個 營業收入的部分 在前一陣子 我似乎有跟你提到這個部分 是 營業收入 他說對五百幾億 提升到 五百二十九億 提升到八百零九億的部分 來證明說我們台東的整體收入有增加 我有一個相關的統計數據 因為現在時間也不太夠 如果有在按鈴 有在登記到的話 我再跟您討論 整個營業登記的一個家 的這個 總 的總數量 從一萬零多少成長到一萬五千多 然後總共成長了一千七百多家 所以呢 才增加了這個收入 那 但是 但是我們依然在台東國 好像總 那個 店家好像不太夠 所以 這個營業收入 這個營業收入增加 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 國稅局查稅查得比較多 所以來增加這個部分 還是真的有成長 我用一點時間跟那個洪議員回答 第一個 這個 我們那個營業的增加 他的資料來演 我們這個部分是 成功的 好 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我們如果有在那個 我們再來好好的問一個部分 謝謝 好 謝謝 黃中凱洪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方先生 方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請教那個 建設市 處長 文院長 處長請教一下 是 上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 那個 自治條例 幸福住宅的自治條例 是 有在討論 是 那我請教 我記得上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我們那個 林三天議員有提到 第四條的 第五條 是 要保留 原住民的百分之十 你當 當初也 也說 答應 這個 這個部分沒有 有啊 這個是針對 就是針對 身心障礙啊 還有提到身心障礙跟原住民啊 怎麼 現在你修正了以後怎麼沒有 這個部分沒有通過啊 有啦 是不是 是不是要針對 針對 有啊 那個 林三天有提到這個 對對 這個部分沒有 那你不是要納入 沒有納入 那時候你當場有講 納入考慮呢 你有講什麼納入考慮呢 這個是 我剛當時的解釋是 就 嚴重也是 也是算我們的縣民嘛 是啊 啊就 就在一起算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啊 你那時候有納入考慮呢 我記得曾經講的 納入考慮呢 其他身上百分之八十 這個法律的審查 當時在議會 就是議會通過的案 通過的內容 沒有這個 把原住民納入在百分之十裡面 記得他有提出來喔 對 那就是議會通過的部分沒有嘛 沒有嗎 沒有 那我是不是要真正提議要給修正 大會主席 是不是可以修正 修正什麼 一個自治條例啊 可以嗎 不行 不行啊 你要等到大家 人數不足 要 現在單位接討不能修正這個 修正 要再 那個是三讀案 到時候再 再請通人呼籲好不好 OK 好 謝謝 好 請就 直請到這裡 完 完 好 謝謝 我們 方先生的方議員 我們先休息七分鐘 好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平西的这个陆体供购案 最近这几个月地方上一直纷纷攘攘 那个人以为那都是其次的问题 重点是我们目前整体计划 包括花东台九县的这个花联到台中这个改善计划 它只做到槟榔桥 那我们陆体供购做好了 我们是解决了太平桥一东 可是太平桥跟槟榔桥这一段呢 这还是一个瓶颈 还是海九县的一段瓶颈嘛 是不是 那地方上也在总统一表达说 愿意来协助这个陆体供购 之后地方就有声音说 那你既然要做合法到太平桥之外延伸到槟榔桥 那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花东公路这个拥塞的问题嘛 是不是你说呢 这个部分啊 谢谢江一言对我们建设业务的关心啊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也没有错 就是台九县透关就是目前是到槟榔桥 它的环境影响评估目前已经通过了 但是在环境影响评估通过的内容里面 就有提到说从槟榔桥到 到就是我们陆体供过那个就是要去那个太平桥 是 太平桥桥嘛 这一段啊后续公路级会继续处理 我的看法是就是在建设 因为目前是在公路级是108年开始办用地取得吧 是 所以这一段应该会在它的台九县透关的计划里面 尤其还有一点就是目前的檳榔村已经没有透关的可能 我们不要讲应该啦 请你会后寻吻给公路级员嘛 是不是就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县府要做的 跟你公路总局要做的 出现这个问题嘛 因为冰榔这个中冰榔这一段不可能透关了嘛 是不是 好 谢谢 那我们会后我们就来处理 好 我们寻吻一下吧 然后让县民很明确的知道 是 好的 谢谢 另外就是感谢您公务繁忙 但是仍然死派我们代理的统木科长 陪同我去看了几件上一次大会的建议案 是 那也确定要纳入今年度的预算来去执行嘛 是 那不过我们爱国府这个路段啊 我们还是要找个时间来召开地方的说明会了 那我前两天也收到了我们会看的整个记录 那严民处的这个部分 严民会的方面 我就已经确认可以衔接我们县府 你一定要做这个计划嘛 对 就彻底的来改善爱国府部落 另外的这个永久安全的一条道路 让他们能够安全回到家里 也感谢我们水利科多方面的这个协助 让我们整个计划 能够如地方的期待来做 但是地方说明我们还是要先说明 免得地方说到时候我们做了 我们先做防新道路跟既有道路的这个协接 那地方又发生误会了 又发生那边经常容易发生误会 尤其在公部门不太信任了 所以这个齐浅的沟通工作 我们一定要早一点做了 另外就是一直以来的 让我们困扰的东屋66县 上次我们为了海岸法 邀请内政部来做说明的时候 冬管处的处长 新任的处长也陪同一起来 那在我们从东兴回来到议会 这一段期间 包括在用餐的时候 我跟东莞处的新任处长提到过 东66县我们希望 利用防新道路跟东 这个观光局这个管理道路 来作为大型车辆的出入道路 他也表示乐见其成 乐观其成 他愿意来协助我们 同时东莞处的管理了 这一块工工局的这个土地 目前他们整个已经厘清了 已经厘清了 那后续的这个利用计划 他也希望在跟太巴里相公所做进一步的沟通 我想我们应当主动啦 上次大会你也答应我嘛 对 我们安排一个时间邀请相关单位 就东66县的这个交通改善的这个问题 把所有相关单位先邀请起来 确认了之后 呃就是我所提出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式 确认了之后 我们还要请太巴里相公所跟金峰相公所 在部落召开部落会议 同意我们可能要对他们做行进方向的 跟道路使用这个限制 他们要同意嘛 是 要同意这个计划才能做嘛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您 我们先去相关单位的工作协调的会议 我们先来 召开一个正式的会议 可以可以 那麻烦你 这个就由我们来召集啦 是啊 那当然是由你召集 找那个 欸 那个太巴里相公所跟金峰相公所 公路总局 公管处嘛 对真的 是不是就是走 走那个水防道路做 东66线的替代道路 是还有金峰相公所要邀请啊 会会会 因为我们有一顿要利用这个 富山野溪 就是兵茂一号桥旁边这一个 对对 这个管理道路嘛 这个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相关单位全部都邀请来 然后我们 却认了之后 这个公路总局 跟我们 当案汇报材 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耗制的问题嘛 是 要不然这个真的是 虽然 我们说 外环道 两年后 会完工 会通车 可是还是会产生那个交通的瓶颈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东66线的出入口 还是要解决嘛 好 所以我们尽早了好不好 好 上次讲了已经拖了很久了呢 好 不过还好前面有做了很多事了 这些都处理好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下 谢谢 另外我们东45线那个部分 我们到现场去看了 也确认了 对于农民那个农地 因为我们当年的道路的这个设置 阻的这个挡土墙太高了 以至于到农地没有道路出入这个部分 现场我们看了之后 农民也同意 也同意车车公司的建议 那他说他只要有一个出入道就好了 他要求也不高嘛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缺口先做出来 让他有一个出入道了之后 后续我们再请相公所来协助 他内部的这个道路的这个 重启的这个问题 排嘴的部分 排嘴的部分也大概 当天我们大概也有共识了 工程会比较麻烦一点 要拉出去要穿过 现在的东45线 再把它引到这个 南端 应该东南方这个野区 应该是可以排得出去啦 因为再不排出去 真的是帮农民养金保罗啦 而且也是我们一种自身 自身员 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设法来 全盘来解决 有 我这个有跟 我们林基士讨论过了哈 目前那个测试公司 也在试试当中 大概六月份 就可以发报施工 是 那 东远三街 往中心路 这个路段 就是东远以此 这个路段 现场去看过 也确实了哈 我们代理科长跟车车公司 也发现 确实是已经 二十 将近二十年 就是第一次铺设的时候 就没有再重新铺设过了啦 路面已经氧化的非常严重 啊 地上都是沙子 很容易造成汽车 这个摔车的这个事件 为了湘米的这个通讯 虽然这应该是相公所的权者 哦 但是感谢您的支持哈 县长的关心 呃 同意把它纳入今年的这个路修 的计划里头 呃 所以我们期望这些工作 能够早日来完成 好 好 谢谢你 另外 财经处长 县长 呃 自从 少子化 这国中小学的行政人员 因为减班了之后减少 编制减少了 尤其是主计跟出纳 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员 全减少了之后 必须要有其他的职业来 自己做兼职的这个工作 那经常我们发现就是 校户去兼 出纳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主计 非主计专长的人去兼主计业务 呃 他们去兼联了之后 很多都是菜鸟 就是刚被派到该校的 被安排兼主计跟 或者是出纳 可是他们又不是这方面的专长 但又没有良好的辅导计划 全任的人员 离职 离开的人员 他又不愿意回头来教他 而且都是他的兼职人的梦念 那我们财政跟主计单位 本席以为 我上次有跟主计处长沟通过 应该你们两个处 应该要派专者人员 要分区辅导 那清醒的是 星期一 交易处长跟我讲 所有户事免兼 出纳 政府已经先出不及了 但是还是有兼职的困扰啊 所以说财政处长 主计处长是OK啦 你那边 因为县的财政处 对学校的出纳 我们没有隶属和管理的关系 虽然他们的 可是 业务是你们是专长 你们去辅导他 所以我当初在学校 我跟教育部长都说 我们会每一年最起码在上半年 就是他们刚新患者的时候 在八月初 还有在二月初 来办这样奖学 但是如果对有特殊需要 就是说有特别需要辅导的 我们都愿意派人去 不过 因为我没有直接历史关系 很多东西在内部的 我去有点像查这样一样 这样也不好啦 那我们如果有需要辅导 或是 大会主席再给我两分钟 不行 等一下 下半场 还有 方议也有剩下时间嘛 不要好了啦 不然这个时间 这个问题我没有讲 不然等一下你们私底下讲好不好 OK 好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谢谢 谢谢江天壽江源 我们接下来请陈之峰陈远 谢谢大会主席 那个建设处 陈远 我们近期来齁 我们台湾超200几间 小师傅 小师傅 有一些歌唱 視听歌唱业 或 通常超200几间嘛 对 我要跟你探討 是说齁 我们先来说这前后顺势啦齁 呃 你们现在因为什么情形 才会让这200几间 来做一个 开发的动作 这主要就是说心价实 因为心价实 我没有这样需要 什么店 就是说 我就 他 小师傅他有做四厅办唱的业务 四厅办唱他必须要在商业区 商业区设立 所以我们在联合机场的资料齁 上面就是 他不合土地使用分区 好 小师傅 你这个改双齁 这是法令 我都同意 我都知道 是 不然我们现在先来说 你们开发的每一间我来说 你们才是联合机场齁 他们有营业登记证 我现在要问你们说 他们的营丹对对来 他们的营丹对对来 这样就 管政府 管政府 是 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 你为什么更合法 你的营业登记证 对 他的营丹项目里面 没有这个四厅办餐 他就是做小师父娘 对 现在这个 我告诉你听 你们在开发 是 卯餐营 违反烟酒贩卖 四厅办餐 对 所有的细项 里面 他们都有营丹 他们有营丹 钱都会再发钱 我跟你们说 你们早当时 他们违反都市企业 发钱都交掉 他们在这个地方 不能 不能从事这种行业 你们为什么要合法 他们的营丹呢 我只要 我只想 如果他的小师父 会营丹 我的看法 他一定没有 这个 四厅办餐 这个营业项目 農中法 不 现在就是他 他做小师 他发装就 所以就是营丹 是 他有营业登记证 你什么 付到他们的 你现在工程座 在财政署 是不是 大董事 像 发这硬 发这硬 灯 给他们 落到年后 5年 6年 10年 你們現在找這條營業登記真功,你們在營業實務,你們營業項目不符,大家都要開庭 6萬起庭 我們現在不是要回溯回來,我們現在來講以前 你們什麼人遵給他們? 誰遵給他們? 那個,畢業我可以說明一下嗎? 依照目前的商業登記的一個法規律規定,就是登記和管理是分開的 所以他在登記的時候,只要他管這個項目,我們就要發給他 但是我們在 給他們核發,他們的登記者的同時 他會請他自己要注意他的相關的,他的處理所要注意,是不是有相關的法規 那我向你,相關的處理 你在說法令我都了解 我現在有一個問號,這個問號是 不要說我代表200幾間 這項單是你們早同時,可能在5年前,你們發給我的 我在這個 我也跟你說,我這個地方是在農地,上面我要營業餐廳 結果你們就準,才有餐盈 是不是這樣 在可能5年前,10年前 我給你申請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就是農地 那你們也準給我,我也掛在我的牆頭 所以說你們才會為這個 有機可行,你們才會來做一個聯合機場的動作嘛 因為你們現在 在幾年後,你們拿這項跟我說,你現在唯一完總司之外發,29條,幾項幾項 不可以,我會跟你開發 這樣對不對 所以剛才我就是,我跟郁佛哥說,他登記的部分 你現在我們要求的 我現在都 你要 我們要求的相關的 政經、問題來 我們就好嗎 但是在管理上,還是要回饋到 比如說境管啊,都市計畫、衛生和相關的部分 我知道 所以 來,主長 你先這麼坐 來,我們的都市又上一上 來,我們現在來講 我現在確定這塊是農地 是 我剪輯我所有的資料,我拿給你 或是要把工廠口清 我是農地的上面,我現在給你問喔 我現在明天要清 我要清,我要營業餐廳,可以嗎 我想我要延伸剛剛兩位處長 現在喔,你跟我說可以嗎 我現在齁,我所有的問題 啊明天啊,我告訴你,這塊地板就是都 喔,什麼床、什麼床,農地 如果我要做餐廳 你比較簡單,這 這個細則你知道嗎,可以嗎 其實所有的分枯 所有的分枯都不理解決定 現在 報告那個陳妍,相信這樣講 比如說你現在問我的這個問題 農地可以蓋房子嗎 可以蓋房子嗎 我說可以,可以蓋嗎 叫你因為聽說可以蓋嘛 你就說要蓋得很大棟 人家要蓋房子 這不一樣 你雖然是說可以蓋,但是你還是要各尋各自的 所規定的火力去申請他的許可來營業 沒有啦,你發明你比較慢啦 不是,我說我 我代替你兩百幾斤,我要給你請教啦 我明天,我來給你送行嘛 我南欧堂嘛,幾個南欧堂 我去農地嘛,我要跟你申請說 我要開餐廳嗎,你可以蓋房子嗎 因為我現在長官是肚子科啦 你現在申請就是去給工商科請 那個工商科長 可不可以 我現在一個農地 地木什麼都給你了 我要在上面申請,我要開一下 開一下餐廳,可以嗎 要看農業單位那邊 他有沒有 農業單位 農業,農業的容許使用 那就是可以嗎 是不是 假設農業單位容許使用是 是許可的 是要跟你們工商科登記 可不可以嗎,就是 在農地上使用,那要建 我們 如果他建物是 合法的,我們當然是可以登記 可以嗎 建物合法的話 你們要合法營業登記證嗎 建物合法 那這樣給我們看得怎麼樣 不是,現在在看得怎麼樣 我跟陳爺伯格 他現在工商登記 太單純了 就是你把它移它就準備好你了 這就是工商登記 但是現在回歸到都市就要 他說,他幫你移它就讓我 不過你現在 還要用 換都市客 用這條說我幫你移它 準的這條 說你違反使用 我跟他移它準 叫你給我開法 說你當初跟他申請的不準 你這是對一種法 我跟他移它準給我 我改移它準給我 現在換你開中文 他說 你是違反 你這個地木使用不符 違反都市計劃法 第幾條 這樣不對 你是在準我怎麼辦 客長 我現在問你 你在準我怎麼辦 你準我給我 報告議員 報告議員 現在 是98年 被證之後 我們1998年之前都是 整個聯合省 後來開法的時候 你們工商課 有跟那個業者輔導嗎 那就一開單200幾間 6萬7條 6萬7條 我給他申請準 你用這條我準的你就給我發 4萬7條 你們這個 也要用這條 你們才不會去做一個輔導 甚至你們就跟他聲明說 這個早上 這我不對 我們在這條的營營 都要收回去 在你們幾年期間 你不能再從事這個餐飲業 什麼視聽辦唱 都不行 你們這塊賣也不行 你們早上這樣不對 你們是因為 我告訴你 神經是給你糾正 你再來,你再找八卦在開刀 啊你怎麼會對? 我幫你搶你鑽給我,哇你用這條鑽給我,你會給我發錢 噩噩噩噩,這真的噩噩噩,你啦 你再來,說什麼裡面,你的銀燈裡面,什麼細則,什麼細則 說什麼? 那你們本,如果要兵發條,你們各條也發條 我是希望齁 這個問題,你們就在上面,如果要給你鑽燈,你還來給你鑽講話 是不是那些東西帶回來,你們就跟他們說 你們這裡都違法啦 早時,你看都要付付掉,你們的銀燈都要收回來 沒辦法,鑽燈的 我跟你說,台東一間鑽二十幾年的,這間鑽也要發 早時那些,黑黑銀燈送給他 那就吃回來 那都要吃回來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二十幾年了,一年還要發錢 對不對 是 那你們請坐,待會我再給你問,謝謝 好,謝謝陳之鋒,陳妍,我們接下來請張全新來 請張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我們大會主席,以及各局處長 大家早安 那首先,本席這邊要先詢問我們計畫處處長 那有關那個縣政市政報告的第三十二頁中,第五項,有提到我們本縣 就有關台東縣無線寬屏 城市,然後以及 醫化便民的服務 那 針對上個第二次定期大會的時候,我們海端鄉前議員張順成又提到 有關Wi-Fi的設置,那不知道說這個 現在這個政策目前的,就是施政的,點到哪裡 然後還有說,有關我們海端鄉,上次定期會有講到 有關Wi-Fi的,我們一些設置的點,並不多 那其實,本席有去問過我們鄉民,那他們說,誒,不知道耶 好像是只有鄉公所才有 但是我們,我們海端鄉是一個地緣非常廣闊的一個地方 立道村的村民不可能到我們鄉公所來使用 那想說,請廚長來這邊,可以跟我們鄉民做個說明嗎 好,謝謝議員 有關於Wi-Fi的建置呢 首先,第一個條件是說,當地有沒有中華電信它的基礎的電路 所以即便我們想要建置,但通常會是因為電路沒有辦法到那邊 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在既有的經費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說要求中華電信它能夠去開挖馬路 然後到一個人數比較少的地方 所以這個中華電信它基本上,它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 所以說這樣子就變成說,我們海端鄉就只有鄉公所 一些公家機關 但是其他的地方是真的沒有辦法設置 對,初期現在建築 那可是像學校呢 因為學校的話他們有申請一些專案 所以說學校的話網路不有寬頻 但是我們在Wi-Fi的話,學校並沒有啊 學校的部分是屬於教育 他們是屬於ADSL跟光纖網路 它基本上還是有些差別的 好,那針對這個偏鄉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經費有限 我們現在設置以人口比較多的地方為優先考量 所以在250個熱區之後 我們現在也跟袁明慧那邊 他現在有一個部落的叫做iTRAP 就是i部落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 那我們也不斷在跟他反映說 在我們台中的部落 過去我們TD Free沒有辦法到的地方 我們期望用他的經費能夠協助我們 要求我們電信業者 要在我們的部落裡面去布建 這樣子的一個基礎建築 就是向圓明慧去爭取一個經費 然後來補助給我們偏鄉地區設置一個 Wi-Fi熱點 對,那目前這個階段呢 申請的計劃啟程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 這個部分是有圓明慧他自己來主政的 我們去跟他要求說 你在整個全省建制的過程裡面 你們要在我們台東的部落裡面 要去建制這個部分 那目前規劃我們台東 大概差不多二十幾個部落裡面 會去建制 二十幾個部落 你們是怎麼領選 他們沒有智慧我們 所以說這二十幾個部落 也不一定會是在我們海端鄉 他是自己去找我們台東縣 其他原鄉部落去做建制 是這樣子嗎 目前是 目前是這樣子 那可是因為這樣本期就會有點 我們有跟他反應 我們有跟他反應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說 在事件報告上面寫得非常完美 那我們台東是一個 無限寬平的一個城市 但是我們海端鄉偏向地區 並沒有辦法 並沒有辦法感受得到 這樣子一個服務 跟原報告的確是有一些的受限 因為畢竟有限的經費 要用在與人口的平均來算 所以真的比較偏鄉的部分 再加上線路沒有辦法到達 這兩個因素加起來 所以我們只能夠在利用第二階段 我們再去跟原民會這邊 再不斷的要求 所以那就是利用我們現有的預算 然後再加上原民會的補助 然後希望能夠說 其實也不只是我們海關天鄉 其實我相信達人 以及長兵 我們這些天鄉地區的部落的居民 也一樣有這樣的需求 那在這邊其實本期是希望說 能不能就是再一次的 我們再一次的去討論 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讓我們這些部落的居民 可以享受到一樣 跟海東市一樣的服務 不是把我們這些 市政報告所講的 非常完美的政策 化為口號而已 那其實我們鄉民是 在這方面是非常的 有點會希望說 憲福這邊能夠再 再持續的關心一下 我們偏鄉地區 那葛道處長 你可以做到嗎 這部分我們再來努力 好 我們再來努力 謝謝 那再來就是第二點 就是有關我們上次定期大會 有提到說 就是海端鄉的MOD的普及化 就是在上次第二次 第二次定期大會時 那個前議員張勝誠也有提到 有關我們MOD的普及化 在我們海端鄉也並沒有 尤其是我們物入力道 以及我們整個廣原村的 大埔部落 景平部落 那不知道這部分 署長有了解嗎 肯莫滴其實也是用到 網路的電路 所以我們有跟去韓個 中華電信 那我們要求中華電信說 在海端那個地方 請他們派員去看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去 也有去聯繫到中華電信 但是中華電信 永遠都只會講說 人口數不夠 那本期就會回歸到 我們鄉民的一個理念 就是我們雖然人口少 但是我們還是要是 台東縣一個子民啊 也是我們需要被服務的 一群部落的居民 那所以說希望說這部分 是不是促長能夠再次 跟我們中華電信做聯繫 然後就希望能夠 把這些普及化 當初該做的一些施政政策 能夠真正完完全全 落實在我們海端鄉 而不是讓這些 像MOD還有Wi-Fi 這些變成一個口號而已 這我們來努力 因為MOD是中華電信它自身的業務 並不是縣府在處理 我知道 但是因為我是希望說 縣府可以做一個協助者 OK 對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 就是聯絡窗口 那我們或許可以跟部落 部落會議 或者是相公所 他們去做協調 就說那我們什麼時候來這邊開會 那就算說使用者付費 那OK 那也是目前就是 我們目前的一個重要的理念 就是使用者付費 那沒關係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鄉民是 不知道找誰 然後找縣府的話 縣府會說不是我們業務 可是我覺得 本行是認為既然我們站在一個 就是縣府部門 我們是一個就是居中的協調者 那就是希望說我們縣府 能夠基於協助的角色 來讓我們這個政策能夠推行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會再去跟NCC一起討論 如何透過NCC的主管 來要求電信業者能夠做到 好不好 所以去年 去年提出來之後 我不知道說 可以稍微說明一下嗎 去年定期會大會之後 跟NCC要求去要求中華電信 針對這個部分 但是中華電信的回復 的確就像您剛剛所提到的 他們覺得在商言商 他們沒有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 的確是有它的困難度 所以我們會再跟NCC去討論看看 如何透過中央的 它的管理單位 看如何去要求業者做到 好不好 這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那希望說至少今年可以嗎 我們努力 那其實希望說今年啦 至少好不好 年底 那至少說如果向上爭取 也那個準博與否 那至少也要讓我們鄉民知道 因為老實說 像上次定期大會到現在 我們鄉民就覺得說 提出來也沒有用 因為完全沒有下文 沒有含富 什麼都沒有 那就不了了之了 對那希望說在這部分上 如果有向園民會去做爭取 那是不是也能夠 副本韓文到我們鄉公所 甚至本席這邊有一份 讓我們鄉民能夠了解 我們在這部分的處理情形 是怎麼樣 讓我們鄉民能夠真正體會到 我們縣府是非常努力 為我們鄉民去做爭取這些政策 好的這個韓文我們 之前的韓文我們再遞補給議員 好 之後我們會再努力 好那再麻煩處長 好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謝謝張前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您三天臨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 建設處 你好 我來幫你提前議員 你愛用心聽 我了解 你做董事 起碼的同事的親疑 你還有再兼顧了 但是我要讓你了解 在這件事 你也不要落入陷阱 齁 是樂過 聽清楚這個人是樂過 自己在做辦事 亂來給頂上的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像我們的管長文建廷 在陷阱 他在選舉 立委的時候 是樂過他很早就說了 說我們的管長的負責 真的叫他對 那你想這些人 過的黨回來 在台東 的管長的團隊 黃建廷請多保重啊 美麗灣的事情 是樂過也差不多要 我請教你 過去 建設處長是樂過 不久 台東宣議會 議員 我了 要求他震撼 執照 建造跟死照 他不想 為什麼急迫性的 給我們 死照跟建造 讓他之後 結果多久 我跟台東人報告 不建議 為了要給美麗灣建造跟死照 一個目中 就是要給他 給你貸款 貸多少 六億百 你知道 現在你身為建設處長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對美麗灣的判決 已經定業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目前 就站在你這個高位 未來你還會重啟環評嗎 會不會 這個重不重啟環評 跟建設處的業務沒有關係 他一定會叫你做委員 你放心 我跟你拜託 如果要叫你做委員 你給他記住 要比較有叫聲 美麗灣現在叫到六億了 台東政府 又輸了冠西 又是全民買單 我告訴各位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 黑手的陷阱 提防官司才會輸 快 到底 我不想領事做 建造緊給你們 你先去台本出來 不管贏還是輸 進退你們都不會讓人 這就是黑心正地 因為台東人沒有了解 文化如也是如處於策 二十億的距離 現在幾個來想你 我都說給你聽 你比較有量子 我說給你聽 台東政府就是用這樣操作 整個的關係 在市政部局裡面 說說要用沙沙 說到那裡聽 錯了 財政處長 來你請財政 目前台東有幾個土地 在你的車頭 去買米OT的 那天酒店後面 那個面積多少 那個 是設定地上全 不是面積 啊對啊 好啦地上全 那個面積大概在一千三五 應該是一千三百多平 好 這條我還說給台東兩天 對啊 文化資產是本處在啊 很多我們的警察動員在那裡 在那裡 不僅定 那些黑手禮都給他殘廳 那不是文化資產啦 好啦那你說的 啊文化資產是你說的 啊我以為不是 啊你說不是就不是嘛 啊我說是啦 啊因為他沒有說 啊你在這裡不說什麼 我以為議員你問我 所以我回答啊 你回答什麼 因為你說的是我以為 對不對 對啊 一個政客 用這樣操作給台東那 不是美鳳梯沒有地上全 那我請教你 啊你還有一個比較大的 要地上全 呃我另外一個生意地上選是在台東段十地號 在那生意地上 說地點啦 蘇維露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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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好,我以後管政府,我們的恩父千歲了,頭髮比較小,做一親管長兩親管長,台東兩隊他記帶,難道匡醫生他不會賣土地,不會利後梯嗎?不會低上錢嗎? 婚教也要低上錢,也要利後梯,台東人剩下什麼?剩一個坑而已啦! 時光在轉變,我們希望說這個都外型的,是逐漸的,慢慢的會轉向一個健康的都市,遺跡的住宅,像剛才我們陳志宗議員所提到的,一個都會的轉型,要用輔導協助的了,不是一滅了兩百多張就給他開下去,兩百多個業者,一個夾車,十個光鋼頭,台東無台無錢,兩三千人又四夾去了。 你有沒有考慮到一個社會經濟是怎樣去形成的?所有台東的社會經濟,都是台東人努力辛苦去建構起來的。 工商科長,來你請教一下。 憲哥你了解,這個口是跟你無關的啦,這邊,那個觀光理由每一個人補助四百塊這個你知道嗎? 有,有聽到。 那是補助到哪裡? 是補助代謝的單位,我回去我希望你寫一個表。 火水門也能一塊錢,就光辦這個鐵人三項將近九千人來火水門。 一個人要五百塊,不肯定一塊錢給別人,一塊! 九千的一個五百的,來那個財經處長你數學比較好,九千乘以五百多少? 多少? 哪一個? 哪一個財經處長你數學比較好,多少? 多少? 這個高青整理五百嗎? 是,九千人 九,應該是你問我所謂的。 他跟我看,這樣。 欸,主長,你看。 欸,結成這樣耶,結成這樣很優秀耶。 我以為你問我,我認真給你回答啊。 多少? 欸,四百五十一。 台東人努力,請主義聽啊! 黃建靈啊,火水門一塊錢,表情商。 這個叫做一粒麥子,什麼一粒公司啊? 歐白湊! 我們的台東基督教育院一粒麥子基金會,是在協助弱勢的。 借可勝市。 不知道好,有人叫黃建靈在選擇嗎? 我沒問你,緊張。 你剛才不是問我這個? 四百五十一啊,跟表一塊錢,這樣比例,你沒得接受嗎? 我這筆勢不是這樣算的啊。 好啦好啦好啦,你保重啦! 我說胡進隆聽啊,胡進隆比較善良啦。 我也比較善良啦。 不可以啦,你也不可以插桌了,你比較滑溜啦。 不會啦,我會滑溜啦。 對啦,抱歉說了,你過去一年喔。 人家胡進隆,人家最不要去小費輸啦。 我比較單純啦。 單純,你要注意喔,這個準備也要跟你開喔。 喔,這個人家胡進隆比實隆過的比較善良。 說你要拿著自己。 我以上所說的,在單位的檢討要檢討什麼? 我相信你心中都一把子。 台東的冠軍要拿出來推動, 有一天你退休的時候,你走到步道的時候, 你才開心發老頭。 老人的安全,社會基礎的安全, 財經的安全。 現在路客不來了,在過去不是說我們都有路客 我們有回網風打嗎? 那現在的路客不來,你怎麼不說你的那一套呢? 要照進。 黃建理因為照進啊,想要輕功。 只要留下台東的,我幫你保證。 他退休,他落那個部台之後,不敢躲台東啦。 我早就說, 吳政隆處長,你要相信,我說這句話你要相信 吳建林落人後,他不敢住台東 這我說,不然你建立住,我要住台東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吵鬥 台東的所有的經濟,能夠今天有起威,我們要感謝農民 感謝這些勞工 公務人員只是在輔導他們,不是回頭啊 這是一個轉型的都市,沒有什麼我抱歉 不要動不動就給我講審計事 審計事這個男人啊,這個住民這個男人啊,來真的會發大名 歐地來,他不瞭解台東他有什麼資格,動不動就在糾正 轉型城市,我希望要靠大家的大智慧 路科不來了,我們要怎麼因應 我們要怎麼去協助輔導我們的餐飲業,包括民宿 又未來因應一個路科不來,我們要怎麼在另類的打開市場 這一個市場,能夠救台東的觀光業 我們不分黨派,積極打造台二十六線的倡通 我希望我們的副議長,肩膀要硬起來 他現在是台東最有肩膀的副議長 把台二十六線打開,我相信一年五十萬的內陸的理由 不夠再救台東,感謝大家,謝謝 直接到了 好,我們接下來請陳之鋒陳議員 謝謝大家的主席 來,我延續團主要的月底齁 我們的水務局長 我團主要在問這兩房子你都知道齁 像這,他們這所謂這兩百幾間 他們如果給我,他們叫你講,都要有課稅嘛 不論,營業稅,房子稅,都應該有課稅嘛 是 我希望你齁 我們 剛才好 我們這兩百幾間,我希望你能夠提供資料給稅務局齁 是 這兩百幾間你提供給他,給那個稅務局 是 不要五年啦,這三年來 這兩百幾間你提供多少稅 你們提供什麼稅 好嗎?房子稅 房子的房子 甚至娛樂稅 什麼稅,我跟你說 四母你都寫出來 不用提供到五年,提供三年就 好 你請坐 現在,我們政府提供局長也說有提供稅 為什麼提供稅 你用這條提供,要提供錢 我們現在再說一點 你說他們這不是在商業區開的設置嗎? 對 做四天班廠 來,我們台商所有的餐廳,不論對一間啦 對一間沒有在商業區的 你我怎麼提供出來 對一間在商業區的,對一間沒有在商業區的 這要怎麼發? 我把他做壞人 等於海林區都開始擠查 來開始要發 我也要做壞人 不過這總是有一個比較啊 你因為一個神器室跟你們糾正了 你就開始對,你就開始開刀 啊現在怎麼做的是 你們現在把這個攤子拿著 給子宮所 現在有子宮所做壞人 我跟你們報告,市長來在外面 齁,這啊,第二啊 現在你們把這個東西拿著給他 換他 換他一顆頭,兩顆大 你沒收 主長 來,你檢查這個事情,你想要怎麼解決 做一個探索 好,這個部分齁 因為 陳怡你剛才說的那個 我們來到財政處這邊齁 我剛才還了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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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探討一下齁 啊去福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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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這 你說的 時副單項而已 好 是不是這樣 我剛才 其實 有像我們柯頂 因為早上都有 所在的新家 那對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從這裡協調 就是說 針對某一部分 某一部分的行業 我們要做 我們其實 我們當初。這樣做行業 就要讓他們的兵器 比較早的輸勢 就是讓那個 加快他的審查速度 對於特殊行業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落實事前審查 就是我們要更正一正 我們就審查 如果不可以我們就要脫掉 這是你們在說的啦 這年第一休啦 時光八十也不一樣 不過你不能...雖然時光八十也不一樣 你不能用現金的發明你要發古早的人 其實... 你要這樣說 我古早我也是這麼合法給你申請 你現在在五年後六年後 你告訴我我之前申請就不可以 不可以你再發營燈給我 現在用這條來發錢 他正義理一犯齁 發現你站在你那裡你就發了 他正義理是站得不到啦 所以我請問我就是 我們重新去清查 如果營燈有不到的部分 我們收到回去收盡 我們現在發款的部分 我們先檢查 先檢查 通知你改成你不改成 我就要開始示範 喔 主張你講的通知 是 你說的通知 來 你去做 我看就倒車 因為這部是我們... 我們... 我們做的... 你一樣的... 你除了也是要說不夠 我也要了解說看你們這五三年來 到底這兩百幾斤給你獲多少歲 我們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 你這樣說齁 他們夾這兩百幾斤 他們說我完八斤 你給你獲多少 你給你獲多少 我正... 正...正...正...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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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獲多少 你現在用這條在幫我們發... 對不對 派遞給你買而已 你... 大家都好朋友 你...你... 你這麼多 那個... 都市科長你做...你做啦 我要跟處理... 研究一下 嗯... 我剛才說要去處理喔 對...對... 我們就這樣齁 就這樣齁 我們就開大了齁 我們就先... 叫...那個... 就... 我們先... 我們先... 就... 因為這... 當初...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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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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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一直通通跟地下桌 這樣搜下去 就是鐵盤開因為堵到十全遺址 所以就開木杖那棧了 像我所在 當地理長給我提供的 我希望出廚你去看我們相關的科學 你要了解一下 他們現在十全博物館 那像十全博物館一樣的 對 他們現在 那是不是他們認定說裡面已經沒有遺址 我不知道啦 不過他們當地理長他們有要求說 那條路即使的人 他們有去跟十全博物館有去做協標 他們有說要給他們打通 不過我們十博物館 他們一個條件是說 我們館政府如果要接手 去打通這條道路 原則上他們當然 這是理長給我的信 是 我希望這樣說因為 這條的動線 要跌到那些路 這 如果有 有通 如果有這個契機出來 我希望這樣可以去跟他們研究看看 如果可以我們就打通 謝謝 因為我們這就有意見 是只剩下的移植而已 對 對 我說我的印象 十幾年前我也在建設處 我的印象就是因為 十全博物館在那裏做那個考古移植 對 對 有那個廣告的隔壁 當初管制也有 跟他們合調教學 要去打那條路 就是他們在那裏設那個 展示 那那個 我一個考古的展示廠 在那裏 謝謝陳怡 給我這個信息 我們會和我們再來 十全博物館一段聯絡 對啦 你剛才跟我說 是不是已經 如果說 那個地幕也沒有 遺址的 應該是沒有遺址了 沒有那個考量的 沒有這個展示的功能 我們就來 他如果說 以我們現在有接手 可以開通這條路的話 我希望我們樂觀其成 好嗎 當然 我跟他爭執的事 是沒有辦法 好 這拜託你 是 我剛才要求 麻煩我們 OK 我求我們 到處去 到處去 好 好嗎 你請坐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陳主翁陳議員 我們張國座張市長 張市長 也來到現場 可能待會兒 要找你們一組 來研究這個 小事部 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休憤 暫時我們休息 休息到10點40 我們再繼續開會 好 謝謝各位 好 我們繼續開會 第一個 第一個 行打議員張正輝張議員 行打時間10分鐘 張議員你動作快一點 要去洗手間嗎 好 謝謝 主席 建設處 處長 你好 處長長 台東縣是一個 基礎建設 及待加強的現份 這個不怪你們 從中央到 到地方 通常 越偏遠的地方 比較不會受到很多的關注 既然如此啊 那麼 台東縣本身是這個偏遠地區的受害者 那我們台東縣自己偏遠的地區 理應當要 這個同理心嘛 被 忽視 被沒有受到照顧的感覺不好 所以我們希望建設處 在對每一個鄉鎮的需求 都能夠把它關注好 我記得 上回期也跟處長提過 我們也說要研究 但是一直沒有後續的這個信息 就是說 東六四能不能延長到春風溫泉 處長 對不起 這一點我們在那個 就是香道系統調整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一點 這一條有沒有拿進來 香道系統的檢討的時候 個人是沒有參與啦 大概你們跟縣府啦 跟相公所一起來討論 不過因為 既然台東縣市要作為一個觀光大縣 每一個新能夠到的景區 它的維護 我們是希望有縣府來主導 如果它是一般的農路 或者產業道路的話 一方面 它的道路的規格 沒有達到安全性的需求 另一方面 它的主要負責的單位 就不會很明確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建府把它納入正式的香道 在未來 如果是要讓相公所來去做 那至少它的道路的規格 跟安全係數 會提升很多嘛 對整個觀光發展來說 是有幫助的 處長你的看法 對 我認同張議員的看法 如果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可不可以把這個 內部縣府主要的考驗 可以 因為我的印象 張議員之前有提過 對啊 提過 我今年辦理那個香道的檢討 對啊 現在我還沒有得到說 這一段有沒有納進來 對 意思說要 需要從相公所來去做提拔 還是縣府 可以主動跟他們來去做 我們針對這個會議 也跟鄉鎮公所 各鄉鎮公所開過兩次會 不知道 我是建議處長啦 如果他們忘了提 是不是處長這裡 可以 主動來去做 可以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就信任你了 主要請坐 我召胡科長 94年海棠風災啊 是 金鎮湘有16戶 這個 這個鄉親啊 被洪水沖走他的房屋 然後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把土地變更了 也把路都蓋好了 可是到現在為止啊 要還給地主的土地 跟現住戶的土地 或是混淆的 他一直沒有能夠幫他解決 我們的地主啊 建定的這些人 一直很苦惱 處長 對不起 胡科長 我記得跟你討論過了 你能不能再 再說明一下 好讓我們的鄉親很清楚 因為這時間拖了好久 94年風災之後 我們到98年 幫他蓋好房子了 99年 到現在已經105年 這麼長的時間 你都沒有讓土地的 這個群屬關係 處理好 弄得他們也沒辦法蓋房子 來 科長 跟議員報告 就是 那個永久的 使用指導的基地範圍 目前有要求 那個金鎮市 在做調整跟更正 那目前的那個 更正的申請書 都已經用印蓋章了 那市務所他出的土啊 因為沒有按照比例 那有跟金鎮市事務所聯繫啊 就請他們那個圖 說出過正確的比例之後 那個基地的範圍就可以更正 那原來的地主的那個土地 就可以那個 全屬就可以單純化理清楚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程序上的 很防腹的程序 偏偏這個是由我們縣府 跟市長後來主導 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當然公署也好 或者是我們這個災民也好 他們實在弄不清楚 怎麼會弄到這個樣子 搞了那麼久 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擁有他屬於他自己的土地 每次就找我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說有有 我都拜出縣府 趕快處理 是是 所以我們那個金書處理 有一天啊 他們要蓋房屋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很多的這個 這個縣府裡面的同仁 都給他們指導 是 好不好 不然每一次都搞錯 搞錯怪的都是你們這些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其實是得不償失的 做好事把它做到底 是 那不然 還要被人家嫌 那不是很衰 好不好 會長請坐 謝謝議員 處長 下次跟處長提過 我們這個 他們的西流域的 有關於那個 提法不是提法叫 戶案的加高部分 還是請科長 副長 副長來 進度 這個部分已經開工了 那目前正在實做 欸公老 沒有換鞭炮 沒有請我去 我們是 放在那個 河道整理工程一併實做 一實做 那我們要求的那個 會有一個 單車道 有吧 這個部分後來 跟公所協調 因為有一些部分 可能還是公所那邊 接續 就是合併下去做 就是我們能做的部分 就跟我們的協議有一點出入 因為當時我很高興是因為 一併拉高整平之後 那個部分我們會做到這樣 但是那個議員 對地方的關心的要求的部分 因為有些 單車的部分還是可能 公所那邊 接續再做會比較好 譬如單車啦 就步道嘛 是 你順便把那個步道做好 不就好了 我剛講的 好人要做到好 好事要做到完成 不是把事情做了 就叫好欸 要把它做對做好嘛 這是 一樣要花那個錢 稍微把它整理 不就好了 對不對 主計也不會怪你啊 那不會增加你的計算嘛 也把它做得好 每一個人說 哇 這是縣府的工程 牌子掛上去 非常好看 對地方整體的觀光也有好處嘛 是 議員的關心 像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有邀公所過來的 對嘛 後來你就不做 他意思說我講的不算 欸沒有 因為他有 上跟下的那個 還是要請公所去 因為我們只是做中間一段啊 好不好 你要做的做就好啦 對對 沒有 那個議員我們會看的時候有 就是議員到場的時候有跟議員說明說 因為他那個要 要有上去跟下的那一段 議員上還是會 我那次就講了嘛 你要做 你做出來以後別人就會接上去了 是 如果你想要一次做完不太可能 是 因為他的錢不會到位 是 你先把它做出來一段 有 人家就會想辦法 那個 在體驗上面那段我們有做 在後來上面那段我們有做了 好 那 另外啊 再次我不是跟你提過 右岸的 就是 蘭蘭蘭大橋以上的右岸 那是屬於你們的 還是屬於水保局 那個在 治理界點 剛好在 蘭蘭蘭橋以上是屬於水保的部分 可是我記得那個是你們做的提防 比較矮 意思是希望你們把它拉高 拉到一樣的平整 你們可不可以跟水保局來去做商量一下 那 你上去 拉彎橋 你一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是 他那個確實是比較矮 我們橋開始是很高的 可是如果你上面那個 你的水量很大 他萬一淹過去 慢過去 他一樣會沖掉你底下 再怎麼高也沒有用 你源頭上就沒有做好比較好的 下段的部分 那個拉彎橋以下的部分 我們有做過一些調整 但是 還是跟議員說明一下 沿著上整個那個 護岸的施作都是依照 那治理計畫高層是施作的 所以沿著上應該是看起來 比較低但是實際上應該是安全的 這跟安全無關 是 好不好 很多的事物其實是跟我們以為的安全是有關 是 他主要 但是 老百姓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他就覺得不安全 啊你們怎麼做 做成這樣 有的高有的低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好的 是 我們 我們 再找你看一看 好的 好的 謝謝議員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張正輝 張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吳修華 吳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 要請教我們建設處 吳處長 好 我今天想要跟您討論的就是這個 最近就是這個太平溪佐案這個陸提供購的這個案子 是 那我們知道在今年度縣長的施政報告 還有去年度縣長的施政報告 他都把這個案子列進去 表示這個是今年度算是我們縣政府很重要的一個案子 那我想縣長非常的重視 那是不是可以請處長您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目前我們這個太平溪佐案陸提供購案子的進度到底是到哪裡了 謝謝 吳議員對我們陸提供購的這個案子的關心 是 這個案子是在兩年多前 總統嘛 一久來 來然後現在我跟他爭取 這個主要說 在做這條路以後 可以紓解我們綠色隧道那段路 連結台東市的交通的問題 他總長有5.8公里 就是有台東市的部分跟邊南鄉的部分 他連來的在都市計劃區的部分 他是核道用地 核道用地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行 就目前在進行環品跟都市計劃的變更 是 所以進行到都市計劃的變更 對 那處長您有沒有統計過說我們這個沿路 從這個馬蘭橋一直要到檳榔 這中間這整個路段非常的長 5.8公里 總共經過了多少人的這個私有土地 你有沒有統計過有多少人 大概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幾百幾百位吧 上百位有 是 一定是上百位 一定是上百位嘛對不對 那在這個 從你們兩年前決定要做這個 到今天做到環評 這中間兩年多的時間 我想請教一下處長 這些一百多個人 甚至可能有兩百個人 這些人他們有確實的被通知或被告知 他們的土地要被徵收或可能被徵收 你們等候辦了幾次的這個說明會或者是協調會 我的印象在這個部分在就是那個檳榔下來南網那個地方 辦了最少兩次了 兩次的說明會 那你說檳榔到南網中間 你們是分段辦嗎 南網橋到檳榔橋這個部分 你們分段嗎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通知這一區的這個地主 然後下一次再通知 比如說日光橋到馬蘭橋 之前我們就準備好先政府先處理 怕中央就對這個案子會有所言當 我們就先辦那個南網橋到檳榔橋這一段 太平橋這一段的那個民眾的說明會 說明會 那那個辦了幾次 辦兩次 兩次 然後那南網橋再過來到一直延伸到馬蘭橋這邊 你們有辦過說明會嗎 這個部分還沒有辦 這個部分還沒有辦 還沒有辦對不對 那據我了解 我們最後一次 最後一場的這個說明會 是在3月21號 是辦最近一次的說明會 這個是都市計畫的說明會 這是都市計畫的說明會 那有通知地主嗎 有通知這附近 有有有 有 因為在這一天的說明會之後 我想處長應該知道 有一部分的民眾 參與的民眾 他們覺得說他們的提的意見 並沒有受到我們縣政府的這個重視 所以在當天的這個協調會之後 他們轉了到我們的服務處來做一個陳情 就是想要表達他們的意見 那當然他們當天來的陳情民眾大概十幾位 但是後來呢 他們呢去找了大概就是馬蘭橋到日光橋中間 這邊大概有五六十位地主來做了一個聯署 把他們的陳情的一個需求送進來縣議會 那我想應該也已經轉成到縣政府了 有有有 那所以處長有看過這份陳情書 有有有有 那你了解這個這些 憲民的需求了嗎 你了解這些 我了解我了解 對他們是希望 那有可能他們希望 當然是露體分離嘛 那但是這個變更設計應該是不可能了嘛 你們計劃整個提報上去了 好那你們現在可以 呃 退而求其次 這些農民要的 他們希望說你露體沒有辦法分離的話 是要 呃 濃露他們下面的濃露可以拓寬 那這個部分處長你們覺得 呃 可以再再再演繹嗎 這個部分喔 因為它呃 這個 本來這個河道用地 它是 就是光 本來是做提防 做提防設施 我們現在是設施地 都提供過以外 我們在原來的規劃也做了3.5公尺的濃露 另外再加了 寬嗎寬度是在3.5公尺的濃露 寬的濃露齁 然後再加了一條水溝 那我跟我們 杜濟科跟水利科研究以後 我們最後會把 另外還有一條水溝嘛 是 把水溝的部分也做避色道 就 那這樣子的話 大概有多寬 因為這些農民他們的需求是覺得 3.5米 它是沒有辦法 兩台車很順暢的會車 那如果它在大型的機具 可能就進不去了 對 就3.5公尺 就單向通車 但是我們會適當地地點都做避色道 都做避色道 那這樣給你 你還是要再開到一個地方 靠的話就回家 就避色道嘛 可是 這樣子的話 對於農民來講 他們還是覺得非常的困擾 因為他們的訴求是說 他甘願把他的土地 給你政府來清掃 但是你都會把我做得更大條的 因為他們這是永永久久 他們這些農地嘛 就是 大家讓人做信嘛 那他們的農產品要運出來 要運進去 包括 或農機具要運輸 他們都覺得這樣是非常困擾的 是不夠用的 是不是可以再想辦法 來跟這些農民做一下溝通 可以可以 這個在稻收徵收的時候 針對徵收的部分 對 對 因為你們還是要把他們的需求 聽進去 因為他都甘願把他的土地 來給政府做信手 標示他就是需求 我希望這個路是大條 讓我長久都可以做進出的 而不是你剛剛講的 可能是在某個地方 才做一個避色道 可以讓他做會車 他們的需求應該不是這樣 而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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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井的人還不只一兩位 而是好幾十位 大概那邊整整條出現的 對 他們的需求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在覺得說 我們公部門 當然你做這個 呃 處長你們做這個 路提供購這個是非常好 可以解決這個 塞車的問題 那也多了一條很便捷的道路 但是 同時 你要讓農民感受到說 呃 你們做這個 也有從事兼顧照顧到 他們這些農民 讓他們有所感受 所以我想 呃 要求處長 您再找個時間 你們在呃 可能開個協調會 或是下次呃 呃 呃 你們在進行座談會 說明會的時候 對 把這些農民啊 包括這些有有連署的農民 可能都請他們一起來 呃 表達一下他們的意見 讓他們的意見 可以充分的表達 大家再來做研究 再來研議這樣子 好 我們就是在五一眼所建議的 是 好 那就麻煩您 因為在這個公共建設 跟民眾的利益之間 取得平衡 其實是蠻困擾 就看你們要怎麼樣 來做努力 這是第一個 要跟你研究的這個 呃 太明基的案子 再來呢 呃 要跟處長講的是 最近啊 我接到一些民眾的反應 就是說我們這個路邊 呃 停車的這個計時收費員的 態度 態度好像有點問題 我不曉得你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情啊 有 對你有聽到嗎 其實其實我們台東縣民 現在已經被教育的 非常有水準了 那路邊停車收費 這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呃這個停車計時員的這個 態度啊 好像呃 需要有這個檢討的地方 像我最近接到的一個案子 他就說只是停車 他閃了閃的燈 因為接到電話 他必須要到路邊去講個電話 那閃燈然後講個電話 可能這個呃 計時收費員 他就猛敲車窗說 你到底是要停還是要走 就是口氣上是 呃 必須要再改進的 還有一個就是 呃 更離譜的就是 呃 比如說我 我知道人去買一個東西 我可能把這個客人放下來 然後我去繞一圈 又回來的時候 這個呃 計時收費員跟這個女孩子怎麼講 他說 呃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是去繞一圈回來 我等一下回來 再看到你在這裡 你在繞一圈回來 你試試看 這樣子的態度處長 如果你是一般的民眾 你本來 本來一個好好的心情 大概就被 就被 就被破壞掉了 對 他們是算委外嘛 對不對 但是代表的 一樣是政府的影響 對 對 那 那既然處長 你也有聽到 不是我一個人在講 而是非常多的民眾 民眾都在反應這個 呃 收費員的態度的時候 我想就有必要停下來 來做檢查 這個禮拜跟昨天 我們還跟那個委託 委託單位 研商就是他們 他們執行業務的問題 他們總共有幾位 這個這個 計時收費的 這 我不了解 你不了解 你主管機關你不了解 處長這樣不行 九位 那就是可能大家再溝通一下 那讓我們這個 市民心甘情願的掏錢出來付費 所以要付得很開心 是不是 好 那處長來 您請坐 接下來我想請教這個財經處長 院長 處長 來 我知道你在上任以來 一直對這個閒置的土地 跟這個 這個活化廢棄的建築物這一塊 一直有在努力 那我今天要跟你討論的是 康橋飯店後面這個 第三零售市場的這一塊用地 來我請那個發音師幫我畫一下照片 好不好 來這邊 好來下一張 這個是目前第三零售市場 康橋後面 康橋飯店後面這個 你有看到了 來你看這個門窗破損的 對 裡面非常的髒亂 來這個處長 白天經過就很可怕了 晚上跟鬼屋一樣 我知道 有沒有什麼想法 雖然它是市場用地 那是市場用地 那目前為止 它是市工所管理 還沒有移回來 還沒有移回來嗎 所以地上屋市市工所管理的 目前的管理當然是市工所 那我們有一直在想辦法 看能不能跟它活化 活化 而且是不是做了地幕變更 好不好 因為有可能市場在那裡 已經不符合取得 它是重化取得的土地 所以變更可能有困難 不過它就只能用市場用地的部分 而且它的地權有點複雜 那這個我們其實會很難過 那你要活化 你朝什麼方向去努力 呃 我也要去找 看有人去做超商 做超商也可以 超商也可以嗎 超商可以嗎 超商是市場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那個處長 我還是請你跟市工所 再努力一下 好不好 這附近都是那個 餐廳啊 飯店啊 高級住宅 這個在那邊非常的舒服 我知道 而且又造成治安的直角 再麻煩你做努力 那就其實我知道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吳修法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林總和李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安 首先 就叫於 國際計畫處 那個 國際辦計畫處 是吧 院長 呃 這個 台中縣啊 在這兩年 縣長推出一個 TTV計畫 那麼 那麼 的確當時收到很多民眾跟觀光客的好評 那 本席也因為 很 很有很多 這個部落人 反應 把這些熱點 稍微做一個更動 齁 能夠達到它更好的 這個使用率 所以 本席在這邊 那後續還有相關的經費來監製嗎 還是 對我們也爭取從106年到108年的經費 剛剛通過花工基金 對 那我們這個1億多的經費是分期來做還是從哪一年開始 從 就從102到105 102到105 3年的時間 4年的時間 來做完成 大概3年多 那個 算 本席想請教你 當時我們在設施這些WiFi熱點的時候 我們當初縣府考慮的因素是在有哪些東西 您最考慮到最大的因素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我們縣民比較集中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我們觀光客比較多的景點 所以是以這兩個為主要的考量 第三個就是中華電信它的電路要能夠到的地方 所以有些點是中華電信電路到不到的地方 所以那個要花很大的力氣 那中華電信它也不見得能夠是施工 所以大概主要考量這三個點 所以我們幾乎就是有這個三點 縣民的需求 再來一個就是比較觀光客集中的地方 再來就是所謂的司機的訊號能夠到達的地方 那有幾個熱點在台東縣現在目前 台東市 台東市大概有150個 那剩下100個是散落在不同的鄉鎮 有150個熱點 將近有150個熱點 它的流量或者是它的那個訊號 有我們每一個都有測試過 你當時的測訊號的這個強度 或者是你剛才那時候 你來解釋一下當時測的這個流量或強度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申請的主要頻寬是60Mate下載 跟15Mate上傳 那我們測試的距離大概是200公尺 因為要配合不見得每個手機都能夠到達了200公尺 它發射的距離是可以到200公尺 所以它是一個熱區 所以在這個熱區的範圍裡面 我們會去測試 它是不是訊號都可以收的到 上次本席好像有請你提供在大資本地區 7月份跟這個資本農會 還有資本火車站的流量統計 那照理說來 如果102年當時是設置完畢的 102年8月 那照理說103年104年105年 它的流量的流量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多寡應該是直線的上升 使用率啊 現在都在增加 那有沒有增加增加的強度 增加現在目前增加的速度多少 我們現在的會員已經累積到將近13萬 然後每一天平均每一個人聯網的時間 從早期的大概70幾分鐘 現在每一天大概將近兩個小時 每一個人每天聯網的時間 將近兩個小時 110分鐘 所以它是逐年都有增加的 對 它都在逐年 那有沒有地區是逐年在下降的 你說某些地區 對 某些地區它就維持那個數字 那下降的並不明顯 下降不明顯 對 那出長有沒有認為要檢討的必要 在6點的部分 我們每 我們大概每半年 我們會檢討一次 那我們會根據有些有需要的地區 我們會把那些使用量比較少的 我們會再做一個轉移 是 本席為什麼會問你這麼多的問題 因為本席最近 接到很多我們部落的來的聲音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常來跟本席聊天的時候 常在講到這個Wi-Fi 區域服役的這個使用率 那 本席記得一個月前 還到出長寧辦公室裡面 跟你討論這個熱點的問題 當時出長寧也答應本席 有這個 後來 這個資本的這個 把那關附近跟這個 新遠部落 還有市區很多不同 陸陸續續的連線都跟本席 來反應這個問題 那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現在有很多大陸的路客 他們走向這個比較深度的旅遊 都會到我們傳統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部落的 聚會所來看 那很多人都是以訊號 當時在這個上Wi-Fi的系統 都會有跟本席就這樣的反應 那本席是不是希望這個處長 您能夠檢視這幾年下來 各個地方的這個 做一個妥善的一個重新的一個檢討 能不能做一個很大的一個檢討 來 來重新來 也就是重新來 檢討我們台東縣的各個地方的熱點 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部分 好 那這樣子 報告議員我們今年下半年 我們會做一個全盤的檢討 我們從明年1月1日開始 我們再做一個重新的 因為這個是有實際效力的 不管對觀光賀而言 甚至對本縣的縣民而言 剛才處長您說的前兩個因素 就是以縣民的需求為主 以觀光客的這個方便性為主 大概我們以這個兩個為最先前提的考量下 我們處長我們希望這已經進行了三四年 我們讓這個體力福利的這個計畫 能夠達到它最好的一個發展的一個空間 這是我建議處長的 處長您上次也跟我講過 好 那我們計畫處裡面推的這個東西 我記得您上次也跟我提過說 原民會也有推的這個愛部落 愛部落的這個熱點 愛部落 它為什麼沒有辦法去跟縣服 能夠搭上這個整個平台能夠合作的空間 您來解釋一下 您來說明一下 其實愛部落要建制的時候 包含立委他有來關切 因為他希望能夠在部落裡面建制無限寬平 那他也知道我們TTBRE在全國是做的最好 所以他也期望說怎麼樣整合 那我們也建議說 愛部落怎麼樣跟TTBRE能夠整合 不需要再另外設置 那只要把基礎電路能夠佈建到部落 然後管理的層面全部由TTBRE來協助來整合 那這樣比較會統合 但是原民會後來他們就自己就直接招標出去了 就沒有再智慧獻服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覺得很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 那後來他們現在也分三標招出去 那在不同的全國不同的部落裡面 他們分三個梯次在建制 那第一梯次台中只有一個部落 那第二第三梯次我們不斷的要求 那他說大概台中會大概有二十幾個部落會來建制 那基本上他們就沒有跟TTBRE做整合 所以本席也在這邊特別質疑原民會的 對這些事情處理事情的能力 當時我也非常贊同處長您的說法 如果把原民會的這個愛部落的熱點 跟我們進化出原本升起的TTBRE做一個結合的話 對台中縣的獻品是一個大的注意 那處長感謝努力 但是本席也希望您在下半年度的時候 能夠重新的檢視各個熱點的流量 能夠把它發揮到最大的極致好不好 好的 謝謝議員 謝謝 請坐 剛才我有一個想法 本席剛好今天有一點也是跟我們 吳議員吳修華議員的這個很雷同 也有很多的這個本席的選民 也跟本席反映就是這個路邊停車 這個所謂的收費員停車問題 本席也好幾次因為這個停車被忘記腳 到後來越腳越多了 那我不知道 處長您剛才有回答讓我覺得 好像我們現在我們沒有監控或這樣的一個機制 難道都沒有嗎 您剛才說是九位 九位在這個 我現在確實的資料是十三位 剛剛有請問一下 你剛才講的九位是身上有九位還是怎樣 有九位 是有九位是嗎 那現在更改十三位了 十三位 你不要明天處長 你又跟我講大概有十五位 我希望處長你還是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了解為什麼憲民現在投訴的 地瓜在哪裡 然後檢視他一個 我們很久都沒有檢視過了嘛 請幫處長您努力一下好嗎 好 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林總和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黃瑞華 黃議員 好 謝謝大會主席 我今天最熱門的這個建設處 今天最熱門我們可以證明說 建設處是跟我們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 來處長 有處長 你好 處長請教你 辛苦你了 本屆所有議員的提案 提的建設案總共有幾件到目前 提案的不 我 不知道我們的關係 還有 我們議員所提案的 那縣政府 這個納入 納入 納入辦理之後 實際的發包容的執行 我們議員的這個提案 有幾成 大概議員建議的 大概議員建議的 我們都會 納入 納入 要確實去執行啊 有幾成 這個 我手邊沒有統計的資料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本席 再次 很慎重的 很慎重 像我們 這個 處長 你來說一聲 未來 我們議員所提案的 你們 要把它當作 一回事 當作 要很重視 因為我們議員所提案的 都是 通常 都是 直接 我們民眾 來反應 他們的這個 需求 所以這範圍 這範圍一定要很重視 我們議員不是 吃飽飯 只會因因沒帶子 黑白 拿啊 那這樣 但是 依照過去 建設事委做得很好 什麼動作都做出來 我們議員所提案的 廢後 你們也有去廢刊 也有紀錄 那麼 也有公文 那麼公文 寄給 我們議員 寄給議員之後 你們的說明 是 納入相關計畫 辦理 或者是入案 相關計畫 辦理 這說 騙孩子啊 騙鬼沒吃水 騙不騙啊 結果你們是存茶 存茶有沒有追蹤 沒有 那當議員 這個 提案的都是 白體的 所以現在 議員 要提案 不知道這個 處長 你們都會感到 哪像說 跟你們有抗麻糬的 你就 哪像會做 跟你們沒有抗麻糬 跟沒有抗麻糬 跟沒有抗麻糬 你就比較沒做 是不是這樣 對啊 所以齁 我請處長齁 處長齁 你對於這一個齁 要 多一點心齁 放在這個 機塊的上面 是 拜託你啦 這個方面 那我是不是在邀請你 明天 你把我們議員 所提案的齁 憲政府採納 辦理實際的 這個辦理情形齁 做成書面的統計表 給我 好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明天就給他們 那再接下去 我再請教 處長齁 197線是不是我們 限到 是 是嗎齁 那請問 處長 197線從池上 到富原 這條路你有沒有走過 有 路況好不好 路況是 目前是到 在那個 觀山電光在下氣齁 對 到 經過保護 到 路野的上野 這一段 比較不好 目前197線有幾個工期 在事工 目前 工期啊 工期目前 就只有一個 是在那個 振興 就池上振興 振興啊 那 處長 你還認為 哪一段需要再改善的 再拓寬 再改 我們現在計畫 我們就是提到 生活圈計畫 目前這一段大概要做 1.1公里 目前 經費有6千多萬 我們就行 生活圈計畫 大概整條線 最後都會透寬 另外 在那個地址 比較不穩定的部分 就是在 路野 那個上 鹽品上野在 揭保 這一段 我們先以 就是如果有摘修的話 我們摘修的方式 來掙取經費 來做水泥路面 處長 除了你收明之外 那麼前幾天 有池上的 萬安 復興 還有振興 很多的民眾在反映 那個振興段的 離九季線的振興段 路又窄又彎 而且路邊的水溝 又深沒有溝蓋 那 晚上又沒有路燈 那經過這個下雨天的時候 也這個行車後面 非常的危險 尤其 現在最夯的 就是博朗大道 有南下的車流 非常非常的多 是 真心段 是不是 我們處裡面 有規劃透寬在內 對 現在就是 有1.1公里 目前在施工當中 現在就不知道 黃藝人所提的點 是不是在我們的工程範圍 不是 不是 是往南邊 就往南邊 那可能就是 我們就是陸續 就是生活圈道路系統的 我們大概三個月都有跟公路局的長官 開一次工程進度的會議 如果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公路的局 還是可以繼續徵集 年度經費來做 這方面就 拜託 在環境 首先一種 就納入在那個顏色工程 地方反應 蠻激烈的 尤其是 197線 可以替代道路 這方面 好 請出房 坐下 謝謝 家庭 家庭 以及機關 都要一個計畫性 所以計畫 站在整個 機關 或者是家庭 非常重要 扮演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要請教我們計畫處 我們余處長好 余處長 520新政委商任之後 我們十年四百億的發送基金 會不會受到影響 而且似乎有變數 報告議員 這個我知道的相當有限 但是 根據我們跟國發會現有的 這些同仁 我們去詢問 他說基本上 不會有變化 也就是說 會照原有的方式 持續的運作 因為台東縣政府 在520過後 我們變在野的政府 所以 本期 也會 怕 未來 對我們 這個基金方面 會受到影響 那我再請教處長 如果 這個 發送基金有變數 你要如何來應應 基本上 現在縣府的各個局處 我們都尋不同的管道 在爭取 中央各樣的經費 那發送基金當然是 我們最大的經費的來源 那除了發送基金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競爭型的計畫 還有一些 不同部會 有不同的補助的辦法 那這些部分 我們其實現在 也都在運作當中 所以不會把一個 只會鎖定在發東 當然發東是一個 為發東而有的基金 那當然還是我們努力最大的一個目標 是 處長 我自己本身 也有在公所服務過了 我也很了解這個問題 但是 有一些 推動中 這個爭取經費的 要趕緊 要動作 要動作 那麼已經核准的經費 也盡量盡快的要執行 在這方面 還有 你 升任處長 希望你多多跟中央 幫忙 幫忙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互動 互動 現場曾經也有說過一記 只要 對台東有利的 做不到就對了 所以在這方面 我也是 大家互相的共鳴 為了我們台東 為了我們縣政府 多多爭取經費來建設地方 這個我們會的 謝謝議員 處長 你辛苦了 謝謝 我再來請教處長 吳處長 對不起 你比較熱門 我們的公館會 目前 公館會 我們是幾趟 工程管理會 工程管理會 那個是3-4%左右吧 3-4% 3%還是4% 你要確定 他看工程金額 工程金額 你們有婚 他看總工程金額 婚這個金額的大小 對 那這個工館會 工程會越高 工程費越高的話 我知道 那你們工館會做如何處理 我 我 我對這個 我不是 好 就是主辦科 看他們 他們依照法應 規定 看他們怎麼處理 好請周下 我們問自己 處長好 廖處長 你好 工館會的部分 是 我們工館會 現在我是做如何處理 是有納入預算 或者是工館會 平常不用經過納入預算 也不用經過我們 這個縣議會的監督 好 跟議員說明 工程管理會 會隨同他的工程 原來的計畫的 費用編列的來源 對 比如說如果是納入預算 他就在預算 好 那原則上這些部分 如果有納入預算 一定都送到貴會來享用 好 工館會 當然講的也蠻多的 工館會 因為卡到臨時類的 薪水都有 都可以通用 時間也到 好 我們後會有期 好 文綺到此 好 謝謝黃內 黃黃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蔡議員 蔡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請教建設處 討論幾件事情 蔡議員 處長 有關我們大五火車站的 無障礙設施 這個可能不是你們管理的 但是我想反映一下 我們那個 霞區裡面的 我們鄉民的一些 新生還有一些觀光客的 建議 就是有關我們大五火車站 那個地方 是沒有無障礙設施空間 那大家都現在都是 很多遊客是自由行 搭乘大 大眾運輸的工具 那我們到火車站那個地方 根本就沒有無障礙設施的空間 那每一次有很多觀光客 或是比較年老 或是行動不便的 要從一樓把輪椅 抬到三樓 甚至要用杯的 其實我想前面幾任議員 可能都有反應過 可是這幾年來 我想我們鐵路集 都沒有回應這樣的問題 我想這樣的問題是 非常的很重要 希望我們處長 麻煩跟我們的鐵路集 再一次的反應 這樣的無障礙的設施 實在是不可缺 對我們一些不方便的 我們的鄉親 這樣是很不好的 謝謝崔岩 對這個無障礙設施的關心 那個就是我們的對口 鐵路集 那個建築物的無障礙設施 是我們今晚客在管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我們就馬上 你看從鐵路集到現在 一直都是沒有無障礙空間 先通知鐵路集 然後我們有看見委員 我們是安排時間 請勘檢委員到 到火車站去看一下 要改善什麼 馬上行務給鐵路集 叫他們 接觸來改善 好 處長麻煩 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有關我們的那個 河川地的那個 陳豬 我們是幾年為一起 就是河川地 我們不是有很多 現在我們 以前是叫即可使用 現在很像這個 是不是水利課這邊 可有 跟山遠說明一下 是 議員現在提的是哪一條 就是有關我們那個安宿段 安宿段有個 是704號地嗎 那個地方是 呃 是公共事業用地 是不是 那個議員所提這部分 是不是容我查詢之後再跟議員 因為現在突然這樣問沒有辦法 沒關係 那我先跟你講那邊的問題 你再回去再查 好的 那個有關我們那個地方 呃 過去是都租給我們的 就是類似沙石廠 還有玉瓣廠 就是台26線盤邊嘛 就是橋下那個地方 有一部分是你們的 和縣府的用地 一部分是我們鄉民的用地 那個地方都是租給我們的 玉瓣廠或是沙石廠 那過去我們很多鄉民有抗議過 不要再租給這樣的單位這樣的公司 可是最近可能我們因為台 呃我們 台九線拓框嘛 又租給我們這些玉瓣廠的那個公司 可是我們過去我們沒有講 不要再租給現在又租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那個環境 真的有時候我們建設處去看一下 真的非常的惡劣 已經影響到他們的廢棄物 已經到我們快到台九線 快到台26線 你從台26線的橋下看下去 真的是很不能看 我希望下一次如果這個旗已經到了 租任7月已經到了 不要再租給他們 租給鄉公所嘛 鄉公所可以用到那個地啊 而且那個地是旁邊是衛生所 旁邊是我們的公園 租給這樣的事業單位實在是很不好 希望我們回去後 我們建設處再查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會馬上去瞭解那邊的地權 是哪個單位的 我知道有一半是你們的 希望再去查一下 謝謝處長 那我再請教一下我們的盧處長 呃 盧那個經濟 呃 助長 我請問一下 上一次我們會看的那個 對 沿管工程 我們那個土板就是新新社部落 本來就沒有自來水 那土板有幾個巷子裡面就沒有盧管工程 還有我們台板那個地方 呃 有管線但是我們的水源一直都沒有辦法起的 那個台板 拉里巴跟台板 指的是 現在也指的 除了沿管工程 它指的是他們水壓不夠是嗎 呃 土板有一個有 呃 上部落的地方是水壓不足 是 那 新鮮社的部分是完全沒有 是 那我們台板 不是 我們土板跟 不是 欸 錯了 我們台板跟拉里巴是 油管子 可是我們的水源的問題一直都沒有辦法取得 嘿 水也沒有辦法取得 那 呃 那它有自來水管線嗎 有管線 有有 但是它水壓不足是嗎 不是水壓不足 就是因為我們水源的問題齁 一直都沒有辦法供水 一直沒有自來水嗎 還是 也是自來水啊 自來水系統的 那 這兩個部落部分我們來跟自來水喔 那我在想 我們土板跟 呃 新鮮社部落 我自己認為那個地方可能比較好處理 是不是處長能夠在今年 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計劃可以完成 呃 我來了解他們情形以後 來跟自來水 或經濟部那邊來 欣賞看有什麼方式來解決他們用水的問題齁 對 還有我們拉里巴的水源齁 幫我們跟自來水公司一起共同關心一下那個地方 看呢 現在的部分來跟他們聯繫看有什麼地方可以來協助他們 讓他們空水是無語的 好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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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琳 我們接下來請您參天 您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齁 我們很久的 那個水務局長 水務局長 來你請客一下 我拜託你什麼事 你回去查看 看水務局裡面齁 有沒有藏 不法小金庫 齁 這條你好拜託 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沒有 我要求你查一下水務局 這個從以前的好的那個退休的局長 青年的好局長 到你手上之後 我要告訴你 我這講你聽了 別人聽不懂 你因為你笑到我笑 這是你的專業 要投賞錢的啦 要求稅這個你的專業 那個 吳智隆 處長 來你請客 我們在台東說的事 我希望 台東人一定要拆錢 做一個名義代表 這件事的母台市 我強調 但是一定要替台東人說話 那個主席 我請問 就台東 議長輩 姚慶寧的議長輩 把一個核 花120萬 有沒有正常核銷 有沒有 有沒有 根源說明 這筆經費呢 是編列在我們先醫會的預算 先醫會的預算 那要不要經過你們核銷 沒有 沒有 那誰在核銷呢 那是單位預算 那是縣議會的單位預算 在縣議會這邊來做行政程序 就縣議會自己核銷嗎 那建築單位是哪個單位 呃 我們的 呃我想相關的部門都會依照法規來執行 他不用送去管政府核銷嗎 不用嗎 是真的假的 我們單位預算的部門有獨立作業 對 不會說話 你聽這個 任何預算都要經過縣政府 相關單位的核銷 不錯 那三個來丟呢 那個稅務局長你請坐 謝謝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啦 整個縣武團隊啊 你請坐啦 當然你是清廉的啦 好我強調 稅務局長是清廉的 我只是要讓各位知道 台東不能擺爛了 八年快要過去的黃建亭 他們留給台東是什麼 我要問 沿灣地區 頂沿灣 一個林務局的土地問題 在那裡住的百姓 在頂沿灣 住三四台人 百幾年 他完全無教管控 原住民族 只要他們合法成租的 五年就可以變私有地 這個合公平嗎 我也要保護原住民 但是也要保護漢人 這個時代的變遷 我們希望把它做為公平正義 要讓頂沿灣這些人 也享受到一個 做國民的一個尊嚴 你不叫 可以換個手吧 不要來找他八成 政黨輪定後 我們對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 有新的期待 轉型正義一定要做好 吳記統處長 是 就 現在我們農業處 處長喜六貴 經這一次 台東地檢署 習主任檢察官 在偵辦的一個不法的一個 市場 公款市場的小金庫 喜六貴的態度 他非常的看不起 台東地檢署的習主任檢察官 還在外面雞雞呱呱呱 晃晃聲 所以他們都沒事 這習主任檢察官 他不懂事 他不會辦案 不用怕 我拜託地檢署的習主任檢察官 把他的健康做一做 給台東很期待 台東是我們的國庸 我們要很簡單的 我們把高通醫療做好 副議長所說的 發動的高價的快速道路 前面一起有共識 把花蓮跟台東 打造一個生命功能體 的一個經濟體 那我們抬到台二十六縣 我會起起各位 站在一個台東人的角度 入資入客 不過目前 因為兩岸關係 有提到一個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舒適自己點了 我主張 台灣新主張九三共識 就是台灣命運共同體 台灣是一個建國國立的幾台國家 這叫做九三重式 我一句話要說給習近平 明治時代國座是一個國際村 要加入衛生組織 就要當他的年輕 台灣人不願意 台灣人要擁抱起來 我希望你吳俊隆出場 我給你輕輕要求到期待 你們部份 回去跟黃先生說 黃先生你知道是誰嗎 你怎麼稱呼他 你知道嗎 你怎麼稱呼他 黃先生很多啊 黃先生就是現場要有禮貌 社會住宅 不要再這樣搞下去 以後會很多爭分 因為在蓋的過程會有很多問題 是不是社會住宅 我還是娶起我們的縣長 行行好 蓋完之後再出售 或是出租 免得之後又很多救恩 那上面是我要求 如果他一意孤行 在整個買賣的過程 是不是也是 照我所說的 政府如果有違約 每日罰款千萬之餐的違約款 你再說一次 是不是 你說你要把這個所有的企業書 送來議會 那你擬稿你好了嗎 那個企業書 就是他有固定的方法 對你擬稿你好了嗎 我希望你送到大會 講話要送話 我要向台東南報告 你們未來後買到社會住宅 要遷入那個企業 拜託要賠償金 管理政府老闆 每日 交由家的時間都超過 每日訂 千萬之餐的罰款 可以連續罰三年 但是你們要賠償的時候 你拜託要賠償金 不可以一條無錢拿去 你報二千七的管理政府 是會跟你沒收的 是不是 這個企業的報告 我頂會有帶來 我女好的時候會送哪 開誠布公 你做事情是有負責的態度 不管你在這個位階做得怎麼樣 不管其樂怪他怎麼栽贓 怎麼污衊你 你一笑對峙就好了 謝謝 他這個人高雄就是這樣 我看他去拍到當時 小金庫的錢 買私家的錢 還有買化妝品的錢 買pizza的錢 還有李健的錢 習主任檢察官 我拜託你 林沙江代表台東人 拜託台東給點數 習主任檢察官勇敢的查下去 台北市調處 這麼多的檢調單位下來台東 不能不了了之 這是我對的期待 因為我們林沙江代表 他在為人民起命 台東是一個轉型的都市 不要動不動就記出法令 這種思維 這種的施政是完全錯誤的 不符合台東人的期待 台東人要的不多 老人的福利在哪裡 台東的病存過嗎 蒙親自問就好了 我們還可以默默等待 當有一天你年老的時候 你要面對 一個醫療挑戰的時候 我請你也把你的嘴巴捂起來 所以說我們現在不講 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講 台東有很多無公佩 無公佩的地方 整個台東的侵犯 這個人要申請 他們沒有奉用 這個政府 每一年就跟他說時風轉變 這不符合就是 社會期待的奧法 我們期待每一個人 扶著我們的動心 我們把全行政它做出來 讓社會實際上要照顧的人 我們大大去感情 這沒什麼不怕 在土地的部分和建設的部分 我希望你也可以提供台東人 在這辛苦都給你發明出來 建立的共同的經濟體 不要在一夜之間完全把他摧毀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施政 黃建廷 你當年的父親 是怎麼樣在推動 台東的游泳的一個項目 你今天如今 把台東的游泳 忘記了放棄 你說你是一個好現場嗎 錯 NO 教育署今天再辦一個錢中印 我要感謝這些 所有維護體育場的這些辛苦的人員 我去走一走看一看 確實環境衛生做得不錯 這個叫進步 我們無必要謾罵 但是我們希望說 每一個人領著國家的風路 我們一定要端正 我們一定要對得起這個國家 520重新改革的同時 我們要積極努力 在台東38年34年來的北北 我們要如何去伸出援手 多多照顧他們 在這裡我要拜託建設處長 馬南農家頭前 這個燈光很少 很昏暗 北北因為身體不好 過個馬路 長長活生車禍 是不是很快後 你去看一看 把那裡的造品把它加強 這要保安 我們要替我們不用睡覺 是 三十八年來的 北北也是我臨三天 所重視的一個台灣人 因為台東有時空的轉變 人家用當不當 用一個保護或死衣的法令 來求台東人 這是不對的 原住民的好朋友 他們所要的是什麼 不多啦 只是一個平安平安幸福 那我希望你會後 你也去看一看 台東自來水公司 後面的那邊住台區 完全沒有自來水 這個國家對得起這些住民嗎 我拜託各位 勇敢堅忍守護台東的財政 我也請起財政處長 回去轉告王建廷 不要再VOT了 不要再低上錢了 台東已經被他掏空了 感謝自己 還是要拜託各位 不用對立 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國家 感謝 謝謝 好 謝謝你三天 今天這麼辛苦 發援了三次 明天還可以繼續 早點來登記 早點來登記 你今天也把那個 建設處長華站 站在一個上午了 讓他休息一下 好 今天我們的會議 就到此告一段落 下午分組審查 收集資料 好 謝謝各位 謝謝